警方在路上巡邏 發現白色轎轎怪怪的 立刻廣播要求凝挺 結果對方竟加速逃窜 立刻鳴笛追趕 白色轎轎跨越雙黃線 持續逃逸 过程十分惊险 事業警力也骑车追上去 结果白色轎轎不但不停车 还冲撞警车 拿出甩棍打破车窗 要领域的人统统不准动 他在地上男子似乎还心不甘情不愿 最后还是被上铐 事发十号晚上六点多 警方在路上巡邏 发现白色轎车挂张车牌 要求对方临停后对方加速逃逸 一路上海逆向行驶 闯红灯蛇行 双方追逐十五分钟后 白色轎车行进南坎系三号桥 直接冲撞警车 结果自撞桥柱 车上四人都被警方逮捕 而车上三男一女两人有毒品前科 车明明是自己的 却挂张车牌 一看到警车还加速逃走 不免让人联想 原本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而警方也依怯到 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罪嫌 将他们移送法办 现在不只涉嫌偷车牌 还妨害公务最佳一等 TVS新闻廖州庆调指判 陶渊参访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